一大片花海放一望去五顏六色 这是台中国际花坛节 去年受疫情影响停办一年 今年复办了活动在三号登场 这次的花坛主题是希望庄园 主花坛风格以南发城堡庄园为打造 象征台版普罗旺斯 园区还有四季海棠圣诞红 向日葵等十九款花种 将近二十万株花草组成大型花卉装置艺术 一大早台中好天气 吸引许多游客来看花 民众觉得今年规模缩小了 因为往年台中国际花坛节 都是和新社花海一起举行 但今年新社花海停办 原本新社花海的地点 今年没种花 改种玉米和高粱 因为受物二战争影响 国内玉米和高粱需求量增加 台中市政府无法租借原场地 导致今年缩小规模 只有花坛节没有新社花海 华日新闻林佳颖 吴亦哲张志军 SNG小组台中报道